您看到了自己的责任 在这个家族里面 是 我希望就说 那个媳妇可以演樊丽华 那个媳妇可以演薛丁山 我也应该要可以 从事传统戏剧呢 最辛苦的就是 我们身上要练很多的功 那这个功呢 包括有武术 有美美的身段 然后她有很多刀把枪 然后水秀 任何一种的美的元素呢 包括舞蹈 那就是在茁壮一个演员 她身上的配备 那我就是一个不服输的女人 我不要再做能板灯 当你能力不足 你可以做一下 可是你就要鞭策自己 在境界 那我就去用这样的方法 鞭策自己 因为我要嫁的时候呢 我妈妈跟婆家呢 提了一个淡数 是 我的女儿 不可以回你们家唱戏 她们还是包容我 而且是更疼惜我 这个从台北加过来的新部 那我那时候在想 我是人家的媳妇 我就必须要投入 只是想玩票而已就回来 哪知道就这样一头栽进去 后来我决定练功的时候 就真的是受伤累累 但是这个受伤 跟我的公婆一定关系都没有 跟明王源任何一个前辈关系都没有 是 因为他们当初是持反对的 是 不准我练功 她说一定会受伤 但是您看到了自己的责任 在这个家族里面 是 我希望就说 那个媳妇可以演樊丽华 那个媳妇可以演薛丁山 我也应该要可以 那就这样子给自己永远定一个目标 定一个目标